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张艺山,杨子有望跨年同台 加油儿女经典人马重拒 时光荏苒,我们熟悉的加油儿女演员们如今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最近,有消息传出,张艺山和杨子等加油儿女原创人马有望在某站 跨年晚会同台 和唱主提取《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这一波回忆杀绝对是整场晚会的看点,平台就靠他们招商了 1.张艺山,杨子重剧,回忆杀满满 对于很多人来说加油儿女是一部陪伴着他们成长的经典电视剧 而如今,剧中的演员们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他们的每一次现身都备受瞩目 近日,有消息传出,张艺山和杨子等加油儿女原创人马有望在某站跨年晚会同台 和唱主提取《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这一消息无疑让很多观众激动不已,回忆杀满满 2.键盘和鼠标的扮演者也到场 除了张艺山和杨子之外,还有消息传出,键盘和鼠标的扮演者也将到场 这无疑让人们更加期待这场跨年晚会 键盘和鼠标是加油儿女中两个非常可爱的角色 他们的扮演者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童年回忆 如果他们能够在这次跨年晚会上再次出现 一定会让观众们激动不已 3.平台招商就靠他们了 某站作为此次跨年晚会的承办方 对于招商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 而张艺山、杨子等加油儿女原创人马的现身 无疑为这场晚会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相信很多观众都会因为这些演员的到来 而更加关注这场晚会 而平台招商也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张艺山和杨子作为当今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他们的每一次现身都备受瞩目 从加油儿女到如今 他们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中间力量 此次跨年晚会上 他们将再次成为全场的焦点人物 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期待着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此次某站跨年晚会可谓是看点十足 张艺山、杨子等加油儿女原创人马的现身 无疑为这场晚会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而键盘和鼠标的扮演者也将到场 让人们更加期待这场晚会 作为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张艺山和杨子的每一次现身都备受瞩目 相信在这次跨年晚会上 他们一定会再次成为全场的焦点人物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充满回忆沙的跨年晚会吧